越南有排华暴动 现在下一个关心的重点在泰国了 泰国军方在今天清晨突然宣布戒严 这是透过电视台宣布的 强调说这是为了终止国内的两派政治恶斗僵局 他们否认这是政变 不过看到大批的军方人员进驻了曼谷街头 装甲车在驻守着 而公共电视台也可以见到军方严格的管控 目前我们对泰国的旅游警示还没有升级 旅行团都照样出团 但是旅游业者评估 泰国的宵禁可能就会影响很多旅客的夜生活了 同时泰国观光局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穿像红色黄色这样子的衣服 毫无迹象警告 泰军武装车辆开进公共电视台 专方人员立即接管控制室 宣布泰国进入戒严状态 泰国陆军司令一声令下 曼谷各大招用要道商业中心以及警察总部 都出现鹤枪实弹的武装车辆把守 军方否认戒严是要发动政变 而是要化解近几个月以来 僵持不下的政治斗争 近半年来反政府阵营多次发动包围 要前总理迎拉下台 加上黄山军不甘示弱前进曼谷 抗议活动造成至少28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分析师认为抗议示威停止 有助于举行大选恢复秩序 政治动荡无解不但让民选政府倒台 泰国经济也陷入衰退窘境 因为戒严泰猪汇价暴跌 重点至32.63泰猪兑1美元 是近一星期以来盘中最低水准 我国外交部正密切关注泰国情势 不过旅游业曼谷出团 一切正常并未受到影响 记者综合报道